1945年8月 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 抗战结入后 紧接着就是内战 大家都知道 辽省战役是内战时期的第一场战役 这场战役彻底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 而为什么先打辽省战役是有原因的 毛主席在对国内局势分析过后 他意识到首先要把东北地区占领 这主要是因为在东北地区 由东北野战军驻扎 而这支部队和国军驻扎在东北的部队相比 在人数上要多国军大约有两倍 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优势 而且东北野战军的装备也很不错 物资也不匮乏 作战能力超强 到了1948年 东北野战军已拥有12个纵队 17个独立石 一个炮兵纵队和一个铁道纵队 约70余万人 加上地方部队30万人 总兵力达到了100万人 同时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地区的防守 是十分薄弱的 东北脚总下下正规军4个兵团 14个军 约48万人 地方部队7万人 总兵力约55万人 分别被孤立在锦州 沈阳 长城三个地区 长城有一个兵团两个军 兵力约10万人 有矫总副总司令 郑东国指挥 沈阳有两个兵团八个军 兵力约30万人 有矫总总司令 魏力皇直接指挥 锦州到上海关之间 有一个兵团四个军 兵力约15万人 有矫总副总司令 范汉杰指挥 以上所述 不管在人数上 还是在经济上 都比国军有优势 所以这是一个最佳时机 而当时的蒋 也看到了东北的局势 只有两条路可走 要么守要么撤 进攻已不可能 那么接下来 就是要怎么打了 早在1948年2月7日 毛主席就给了指示 先打锦州 先切断北宁县 堵塞住魏力皇的路上推路 这样就可以防止 国军主力部队撤入关内 然而东北局 全体高层的意思 是要先打长春 虽然打锦州 可以堵住国军主力的推路 但是这个地方也十分凶险 大家都知道 锦州是入关的咽喉 之所以称之为咽喉 因为在整个中国来讲 南北距离最短的地方 就属于进关出关的地方 而这个进出关的地方 只有锦州和湖岛是平原 其他地方都是山区 路自然不好走了 在战争期间 能得到锦州这个地方 就相当于得到了整个东北 如果沈阳的国军 和华北的副作义 同时出兵 救援锦州的话 那么东北野战军就会被反包围 腹背受敌 到那时 谁输谁赢 就不好说了 当时的东北铁路网 可以说是全国最为发达的 也就是这样的铁路线路 在辽省战役中 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东野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 在九天内 运送近十万的大军 及武器装备 安全抵达辽西前线 如果攻打锦州的话 沈阳的守军全力出击 他们是有能力 切断这条线路的 到那时锦州还没有攻下 就有可能被反包围 那么问题就来了 人可以绕路撤走 而东野三年筹集的几千门中炮 就无法运回来 这可是东北野战军的全部家当 所以说东北局全体高层 认为攻打锦州不是上策 万一打不下来 冒的风险也实在太大了 党中央毛主席 虽然同意了东北局的作战方案 但他实在不甘心 于是东北野战军 开始向长春进发 自魏力皇接替陈城之后 1948年3月 蒋舅意志催促他 打断沈济县 把沈阳国军主力撤制锦州 以便与华北副作义配合 竟可以夺回东北 退可以撤往关内 如果牺牲长春郑东国的十万大军 可以保证华北局势的稳定 也在所不期 但是魏力皇迟迟没有行动 力主固守沈阳 长春锦州三大战略要点 保全东北 待变而起 毕竟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在此之前 他还担任过 孙中山先生警卫排的排长 当然对老头子的命令 有时候他会置之不理 我们回到东北野战军 攻打长春 解放军 虽然拿下了西郊的大防身机场 但是接下来的战斗 并不那么顺利 伤亡很大 郑东国指挥的国军 顽强抵抗 一时半会儿 冬夜根本啃不下来 廖耀香的第九军团 廖耀香是黄埔六七生 也是老头子 最信任的学生 自然也直接听命于他 这样一来 等于沈阳的国军部队 也基本上脱离了魏力皇的指挥 老头子可以越过魏力皇 直接进行伪操 魏力皇一直固守沈阳 不出击也不撤退 廖耀香 并不愿意按照老头子 和南京国防部的要求 出兵赠援长春 接应长春 郑东国所不突围 确实 这时候林彪一直坚持 县大长春 对长春围而不攻 东约几十万大军 沿着铁路线两次摆开 帐王以待 这就等于直钩钓鱼 所以 廖耀香 坚决反对增援长春 认为这是自投楼王 此路一条 与其如此 还不如和魏力皇保持一致 归缩在沈阳不动 但是廖耀香 是非常诡精的一个人 如果不行 他就撤往迎口 东北野战军 也不能这样干耗着 于是1948年7月 林彪 罗容环 刘亚楼 他们一起上报中央 一致认为 冬夜仍以南下作战为好 不宜面墙 和被动地去打长春 就这样冬夜南下的火车 迎来了最为繁忙的春运 大批士兵与武器装备 被运往锦州 与此同时 围困长春的计划 依然按原计划进行 到9月12日 锦州外围开始进攻 至此辽神战役 拉开序幕 直到9月底 锦州外围据点 被诸葛拔掉 南京方面才意识到 冬夜直取的就是锦州 而不是长春了 老头子此时也改变了 撤退的主意 决定围歼东野 他决定以锦州为铁针 葫芦岛和沈阳为铁锤 东西同时对劲 争取击溃冬夜主力 这样冬夜只能放弃沈阳 但此时的东北将领 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为了一皇固守 刘耀香要从迎口撤退 心口不一 都尿不到一个湖里 这样的仗还怎么打 于是老头子委派顾祝同 来到沈阳 监督魏力皇 出兵西进 解救锦州 但是两个人的关节平均 魏力皇根本不会听从 顾祝同的命令 他还是坚持固守 绝不出沈阳一步 大家都认为 魏力皇是被人收买了 他是故意和老头子唱反调 林业人都能看出 长春如果被拿下 那下一个肯定就是沈阳 现在冬夜意图很明确 是要直取锦州 这样一来 不管魏力皇是固守还是撤退 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 辽审战役打响之后 很快在10月1日 一线解放 为了这场至关重要的战役 老头子亲自先到北京 让傅作义 由葫芦岛登陆 出兵东进 然后再来到沈阳 命令魏力皇西进 东西合击 一举歼面 林彪主力 傅作义是何许人也 傅作义出城杂牌 原本属于阎西山的部下 解放战争时期 傅作义居然得到蒋介石新任 出任华北角总司令 实力比延细山还大 据说蒋介石 对傅作义如此优待 傅作义应该以死相报才对 可是傅作义 一心想着自己的老国随远 时时刻刻为自己留后路 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 偷袭西百坡 然而这个项目 老头子居然答应了 还把自己的 提系部队的指挥权 交给了傅作义 这样他就有理由 不全力东进 支援锦州 于是他只派了6万人 6万人 那点兵力 只能是杯水车薪 为了保证拿下锦州 中央做了严密部署 杨成武的第三兵团 吸出渭水 杨、罗庚兵团 向北驱大成德 造成很大的声势 吸引傅作义 去保他的老挝 保证东野拿下锦州 由于葫芦岛的增远部队到达 林总致电中央 建议回头打长针 他这样做 也是不想重蹈四平的负者 如果打锦州 久攻不下 将受到东西夹击 做出这样的决定 他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锦州城防坚固 塔山地形复杂 不利于防守 塔山只是一个在锦西一东 大约有100户人家的小村庄 距离锦州30公里 距锦西4公里 唯一重要的之处 就在于去往锦州的道路 直接从塔山穿过 如果塔山丢掉 直接会影响锦州战役 再说这种大型攻击战 东野也没有经验 不确定要打多久 接到电报的党中央毛主席 大为恼怒 怎么又要回头打长针 现在外围战斗已打响 开弓没有回头见 于是再次命令东野 在10天内 必须拿下锦州 随后经过罗仁环 和林总深夜畅谈之后 再加上他在2号的夜里 林总仔细阅读了 一线战役的战报 在攻打一线的时候 三宗队发明了一种 全新的战法 士兵把战壕 慢慢地向城墙决进 当到达城墙几十米的地方 再难打的仗 也会打胜 一线只用了四个教石 就被拿下了 就这样 林 罗 刘 三人共同致电中央 收回前面 回头攻打长针的请示 于是东野重新做了部署 以四宗和十一宗 加两个独立诗 强化塔山防线 二三七八九五个宗队 加六宗十七诗 包打锦州 十宗加一个诗 在黑山大火山 一线阻击六小乡兵团 十二宗加十二个独立诗 围困长春 五宗六宗 坚持沈阳 一宗做总预备队 炮宗和坦克分队 驾载锦州防卫 国军为了一举拿下塔山 老头子还动用了海陆空 向塔山实施炮火全覆盖 此时的塔山压力非常大 四个室的兵力全压了上去 国军六小乡兵团 从十月八号被派往锦州支援 但是他没有直奔锦州 而是磨磨蹭蹭地去攻打张武了 十月十日进战张武和心力团之后 六小乡兵团就止步步前 不敢继续往前走了 本身这一带 就是河流纵风的水网地带 不利于廖乡兵团的重装备运动 廖乡这时候又担心自己掉进沟里 不肯前进 虽然张武对东野十分重要 但此一时彼一时了 现在东野的全部人员 及装备都已到位 要说在两个月前拿下张武的话 锦州也没有这么快被围攻 回到东野 塔山足迹战一场激烈 在这场足迹战中 林总说过这样一句狠话 我不要他的伤亡数字 我只要塔山 可见守住塔山的重要性 塔山的东侧被二次突破 于是林总命令 不管伤亡多大 也要把阵地再次夺回来 10月14号 攻打紧直到总共打响 抛尽排列的密集度 超出了操点规定 要知道 上千门火爆在同一时刻 向同一目标发出怒吼 这在中国战争史上 还是第一次 但是在进攻城墙的时候 工程部队在前进中受诉 被守城的敌军 压制在护城河里 如何接近城墙呢 于是东野 使出了第一板斧 挖好 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 很大伤亡 虽然速度慢点 在这样的攻坚战中 也是最好 最有效的方法 这也是总结了 攻打一线的经验 最终 以牺牲200多人的代价 挖好了3000米的交通好 城北硬是被东野 撕破了一套口子 城墙被突破之后 很快进入城区 与国际进行巷战 塔山离锦州只有30公里 范汉杰就是不明白 侯敬如的两个军 六个师硬是过不来 这么近的距离 就是爬也爬过来了 而在帐武的廖瑶乡兵团 也同样迟迟不动身 于是范汉杰 只能跃及向老头子求援 老头子没有办法 只能亲自前往沈阳 去见魏力皇 从10月14日 11时发起总攻 冬野以31个小时就拿下了锦州 锦州失守后 再看另一边的廖瑶乡 现在摆在他面前只有三条路可走 第一 就是遵照老头子的巡视 不顾一切的往西打 第二 服从魏总的命令撤回沈阳 这到头来只不过是另一个长春 第三 也是最明智的一条路 也是唯一可行的 经黑山大火山向南 退去营口 再从营口经海路直接南下 远在长春的东北脚总副总司令 郑东国 被围困7个月后 在1948年10月21日 率守军放下武器 至此长春解放 辽审战役中 死伤的士兵 不光是死于对方之手 国军为了夺取101高地 上级命令市长 用火炮炮轰几方部队 正在与东野计战的士兵 所以说有时候 一部分人是死于己方之手 既然廖要乡 一直坚持要南下严口 那么部队就应该早做准备 打开南下通道 但却一直在黑山大火山一线 驻足不前 没有打开南下通道 等他再次准备打通南下通道时 他又犯了一个错误 他没有派当时兵力和战斗力 最强的新六军打先锋 而是让71军去进攻黑山 而让新六军冲到预备队 71军打了两天 发现情况不对 既然解放军是在死守 那么一定是在等待援军 廖要乡这才意识到危险 于是改为让新六军进攻 就在71军和新六军移交阵地的时候 出现了误会 战线没有划分清楚 出现了一个空隙 解放军一个小股部队 刚好从这个空隙里钻过来了 进入了走廊地带 当天夜里 就冲到了廖要乡兵团指挥部附近 打掉了廖要乡的指挥中枢 指挥中枢被打掉 廖要乡兵团下属各军 只能各自为战 这时候才发现 从新立团 退回沈阳的道路 已经被解放军堵住 南下的前进道路 也已经被解放军堵住 无论是南下营口 还是袁龙退回营口 都已经没有希望 只能往南绕楼返回沈阳 这时候东野各部 不顾建制 蒙打蒙冲 廖兵团已经完全被打乱 兵团找不到军 军找不到师 师找不到团 完全乱作一团 廖要乡本人 则是在新变22师的保护下 和49军先会合 企图一起返回沈阳 但49军军长张廷吉 两次告诉廖要乡 前面没有发现解放军部队 实际上这时候 出路已经完全被堵死了 廖要乡和部队失散 走到前面发现走不通 又往回走 路上又被俘虏了 锦州败迅传到沈阳 沈阳城里也是人形惶惶 此时留在沈阳的部队 只有53军和青年军 2070的两个旅 53军是杂派军 长期被中央军歧视 早已厌战 市长王丽桓 也已经私下和沈阳地下党联系 准备起义 所以解放军还没到沈阳 沈阳就已经准备起义了 最后 反而不是西县维艰 六要乡兵团的解放军部队 而是解放长城的部队先到了沈阳进行了接收 东北脚总司令魏力华 在龙龙炮舍中逃离沈阳 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 沈阳解放 同日解放引口 整个这个过程中最有意思的 其实就是老头子和魏力华 六要乡 副作义 范汉杰等人之间的博弈 尤其是作为东北国军 唯一机动兵团的六要乡兵团 能以如此戏剧化的方式全军覆没 更是出人意料 好了 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 喜欢本片可以看完整版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